看一下啊 上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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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你看 你这看不懂得了吧 我想学一下 你上学 给你教不教 您教我一两个 你怎么算的 这个你教不懂得了吧 甘肃金县神秘算命村 全村有六百多人 经人人精通占卜之数 专家多次探访 其精准程度更是令人杂舍 前村民从不与外界同婚 村里世代流传一本天书 也从不外传 更有传说 他们是吉普寨人的后裔 这个村子 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 这个神秘的算命村 在甘肃兰州市 永登县 有个薛家湾村 村子不大 一共住着一百七十户人家 总共六百多人 与普通村庄不同的是 村里的村民不种地 不工作 全都靠占卜卫生 白天 村里的老人就在自家门口 摆个摊给人算命 到了晚上 家家户户门口 又挂起了红灯笼 给村庄平添了一份神秘的色彩 而且薛家湾的村民 给人算命 会与外界人接触之外 其余时间 从不与外界来往 更不会与外人同婚 而他们的占卜之数 更是从不外传 都是父传子 婆传媳 一般女子都是要结婚之后 才会跟着婆婆学习占占卜之数 但是也会有很多女子 从小就接触占卜 学些皮毛 村子里还有个传统就是 到了春节的时候 整个村子里的人 就会鱼管而出 去外面给人算命 这一出去就是小半年的时间 他们还有个传统 就是每家每户 每隔三年 必须出门远游 一路上就靠算命为生 否则整个村子将会发生灾祸 而且他们的占卜能力也会失去 而整个村子里 又有留高柳和四大家族 这四大家族中 比高家占卜之数最为高明 据说 他们的占卜之数准确程度 能够达到九成 不少人都会慕眠而语 还有传说称 高家祖辈的一位占卜师 还为雍正皇帝算过命 相传当时雍正皇帝 为父私访来到了学家湾 见到有人算命 便也算了一卦 而当时这名算卦师 只看了一眼 就说出了雍正的身份 并且还精准道出 与雍正一同出访的 另一名朝廷官员的身份 甚至还说自己 将会在何时何地 成为兵部侍郎 起初雍正并不太相信 因为何人何时为官 都是他这个皇帝说了算 而且他现在往回走 等到达京都 时间上绝对比这个算命先生 给出的时间要早 为了打算命先生的脸 雍正便带着他一起回京 结果半路竟遇到了大雨风路 等回到京城的时候 时间竟真的和算命时间 给出的时间一致 雍正顿时对其恭敬有加 而更神奇的是 当时朝廷的官员之中 正好兵部侍郎的位置是空的 所以雍正便将这个算命先生 封为了兵部侍郎 和他算出的结果 只一模一样 虽然这只是个传说 但是这个传说 无疑让本就神秘的薛家湾 更令人好奇了 于是就有很多的专家和记者 来到薛家湾 想要遗坦究竟 可当记者来到薛家湾 想要进去的时候 却发现他们怎么走 都走不出去面前的一片地 不得已找了村民来带路 村民告诉记者 他们的房屋排列 也是有讲究的 这个村民还表示 他们是诸葛亮的后裔 所以他们的房屋排列 都是按照诸葛亮的八阵图布置 外人进来之后 一般都会迷失方向 得有人带路才行 有了村民带路 记者这才得以进入村子里 记者请求村民 带他去现在村里 名气最大的算命先生那里 七拐八拐的 村民将记者带到了一个名为 郭光英的老人面前 甘肃神秘小村庄 竟人人精通占卜 专家多次探访 其精准度令人砸舍 更有一本从不外传的天书 记者来探访薛家湾之前 听闻高家是薛家湾 所有占卜人中最厉害的 本以为寻求村民带路 会见到高家人 但没想到 却被推荐到了郭光英这里 记者也没多说什么 随后就以对算命占卜感兴趣 想要学习为由 和郭光英聊天 谁知记者还没问两句 郭光英就立刻打断了记者 然后直接说出了记者 还有同行的专家的身份信息 同时还说 他也知道记者这一行人的目的 只不过 这些东西除了他们本村的人 其他人就算看 也看不明白 记者震惊了 没想到 这郭光英真的有点厉害 话还没说两句 就能精准说出 他们各自的身份信息 既然郭光英已经挑明了话题 记者便也不绕圈子了 直接询问起 这神秘的占卜术 究竟是如何做到 还想请郭光英能够教他一耳 郭光英只是笑笑 然后给记者 讲述了自己的占卜经历 郭光英之所以成为 整个薛家湾最有名气的占卜师 就是因为他与别的女子不一样 他不是结婚后才学习占卜 而是从小就跟着父母 学习了占卜之数 虽然小时候 父母教他的都是皮毛 但是他对占卜却很感兴趣 自己就开始接单给别人算卦 算得多了 他的占卜之数也跟着提高 所以找他算卦的人 也就越来越多了 他的名气也就越来越旺 可以说他钻研了一辈子的 算命不卦 才有如今的成果 所以记者想要凭这么三言两语 就能弄明白其中的奥秘 是不可能的 随后 记者又问起了外界流传的天书 相传 学家湾的村民 之所以能够通晓占卜之数 就是因为这本天书 这本天书不仅交给他们占卜之数 还让他们得到祖先的必要 可以免受灾祸清洗 郭光英倒也非常爽快地表示 他们确实有这样一本天书 随行的专家一听果真有天书 都激动极了 纷纷表示 想要见识一下天书的风法 可郭光英却表示 这天书从不外传 不是他们想看就能看的 而且就算答应给他们看 请天书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 就算最终他们看到了 也看不懂 但是记者却表示 非常想要见识一下 无奈 郭光英只好表示 要看也可以 只是天书不在他这里 而是在刘家 于是记者跟着郭光英来到刘家 刘家听完记者来此的目的 也没有推托 表示可以请天书让他们看 不过得先算日子 于是记者就在村子里待了下来 在等待请天书的这段时间里 记者又在村子里听到了一些 关于薛家湾来历的传说 有人说薛家湾的祖先 可能就是之前 从印度流亡至死的吉普战人 通过观察村里人的一些生活习俗 的确有吉普战人的影子 但是这一说法 并没有被专家认可 因为按照村里 不与外人通婚的习俗 他们如果是吉普战人的后裔 那么长相一定有其特点 可村民们的长相 与我们并无二致 这一说法被推翻 还有一个说法 薛家湾的村民 可能是免军的后代 这一说法更是让专家幸福 不仅是因为后来看到的天书 还有一份祖谱 甘肃金县神秘的算米村 全村六百多人 近人人精通占卜之数 而他们的占卜之数 全都来源于一本天书 这本天书究竟是什么 到了请天书的日子 记者来到刘甲 在刘家人的安排下 与之一同完成了请天书的仪式 其实这个仪式 就是一个祭祖仪式 因为天书是他们祖传的独门秘籍 要拿给外人看 需向祖先们寝示一样 仪式完成后 刘家人将天书拿了出来 记者和专家们迫不及待的翻看 没以为会发现 什么晦涩难懂的文字 可结果却令他们大失所望 因为这本天书里的内容 与周易非常类似 上面用文言文的形式 记录了一些 简单的算卦推演的方式 整本书看下来 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虽然没能从天书中寻找到什么 但是记者却从一份祖谱中 了解到了薛家湾四大家族之一的 柳家的来历 记者看到柳家的祖谱 从祖谱中可以看到 柳家是在清朝末年 来到这里定居的 而薛家湾人在聊天的时候 经常会说一些行业内的引语 有语言学家认为 这是江苏安徽一带的古老方言 而在清朝末年 在这一带 有一支反清农民武装势力 非常的活跃 他们被称为碾军 清政府为了镇压这股势力 派出了左宗棠和李鸿章 带领太平军前举剿面 因为没有很强的组织性 所以碾军被打得四散溃塔 而刘高柳和四大家族 逃到薛家湾这里的人数 是最多的 为了躲避追杀 他们一路上一边学习 算命技能谋生 一边逃亡 之后逃到了薛家湾顶居 且不准与外人同婚 还将这项算命技能保存了下来 这种说法也的确是比较可靠的 而薛家湾之所以这么神秘 还是大家对于未知领域的一种好奇 再加上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明 很早就有关心占卜艺术 所以才会给薛家湾 蒙上了一层层的面纱